化妓案涉嫌製造銷售有毒起雲劑的 冰漢香料公司 高等法院今天二審宣判 冰漢公司不顧民眾的健康 而且嚴重影響国人食品安全 负责人陈哲雄夫妇犯后还推卸责任 法官认为两个人明显恶性重大 依诈欺罪重判夫妇两个人 十三年跟十年的有期徒刑 并且同时